大家好,混佬接手第三場球 挺旺,他來到之後,三場我們都沒有輸 還有兩場的贏球,一場的和球 之前我們一直都贏不了球 也很難投票投到MVP 這場球,我們的網友幾乎一致通過 接近80%的投票是給了阿瑪特帶路 我們終於是MVP還有得投 這次是第四、第五次 阿瑪特第一次拿到我們球迷心目中的MVP 2比0擊敗希臘球隊和PAOK 其實不算是甚麼 過程也不算很好看 其實賽前的賠率,曼聯熱得很厲害 很多的盤口看上去 似乎曼聯都會輕鬆大勝 但是最後2比0 事實上就比想像中少 總算贏球 也沒有失球 歐八杯我們前三輪都贏不了 這場第四輪拿到這三分 真的不是必然 雖然大家都知道曼聯對球 實力不是很差 但是發揮出來這一季 真的一路都沒有任何的起色 現在真的站起來 有基本的水準 還有這一場 真是很醜怪的 曼聯不知為甚麼 過去380天 是沒有贏過球 在歐戰上 包括去年的歐聯 然後到今年的歐霸 這個實在是太過收家了 上次贏球應該是對著哥本哈根 那一場球 然後對完他 就和加拉塔沙雷 又和他 又輸給拜仁 跟著到今季三場 一直都贏不了 贏回了 是不是有些被極太來的感覺呢 希望就是 現在看上去的積分榜都沒有那麼差 之前幾輪一直都是21、22 這樣是徘徊的 那現在贏了一場 終於上回來 叫做上半板 因為歐霸杯有36隊的球隊 那麼18名以內就是上半板 15名呢 暫時都算是安全區 因為24名以內 都可以打輔家賽的 那就不是直接出局 那麼頭八名呢 才可以直接出線 那麼現在看上去15名呢 你距離你想的一個 就是找好一點的地方 就是第八 第八就直接出線 我們暫時就欠三分 又不是說真的追不到 那麼得失球呢 就欠兩個 那麼還有機會的 但是是不是容易呢 其實都不是 因為你看到現在前八的線 是在九分 那麼打了四輪 就剛剛好打了一半的比賽 那麼如果你按回比例打下去 很容易了 乘2就是全部的積分 理論上你36隊的Pool裡面 這個分數都應該都相對上是準確的 就是很難會出現 除非有極端的情況 那麼應該視乎就真的要有18分呢 先叫做穩陣可以拿到前八名的 那麼現在我們只有六分而已 那麼剩下四場球 那就是說要贏了 是不是 還有呢 如果你要不用贏了 都大機會一點 你就要跟前八名現在那八隊 會有直接對碰才可以的 就是有六分球的出現 你容易追些 但是很可惜 就是現在前八名那八隊 就跟萬聯是 一點關係都沒有的 我們之後將不會有任何的對碰 那麼當然就是換句說話 就是我們的賽程會比較容易踢 是不是 就是我們對的球隊 全部都是在靠後的排名 那麼還有你看到呢 前兩三輪我們真的打不贏的波圖 法輪巴士和川迪 其實他們發揮都很差的 那麼現在波圖和法輪巴士呢 在我們後面的 在二十多名的 那麼川迪也是 就是都是發揮得相當之壞的 那麼之後的對手 其實都不會強得去哪裡了 就是PAOK可能已經是最強的一隊 排面上是最強的一隊 也不奇怪 那麼之後呢 就有一隊排名比較前的 就是波杜基林特 但是其實實力就不強的 我認為四輪全勝 是有機會做到的 那我就儘管看看 曼聯能不能夠翻身 但是無論如何 這場贏了之後呢 我們算是保住了希望之餘 還有九至十六名完成的機會 就相對是幾安全的了 那麼九至十六名呢 就好過十七至二十四的 因為你十七至二十四呢 就會打回九至十六名的球隊 那一定是個對手會強一點的 九至十六名打十七至二十四名的對手呢 很大機會會抽到對比較弱的對手 可能大概就是PAOK這些對手 那所以就 就算打附加賽 我們都不是說真的相當之害怕的 還有兩回合呢 就那個意外性會更加低一點 那所以就這場球都幾關鍵的 我覺得贏得都是 真是很有意義的 那麼簡單 今天就分析一下這場球 因為比較悶的 就是沒有看球的網友 你不用擔心 這場球你沒有錯過什麼的 真是很悶的 九十分鐘有七十分鐘呢 我們都是在吹水 都沒有什麼好說的 那麼我們不說那麼多戰術了 這場沒有什麼好說的 跟之前差不多 那麼我們就做一些球員的點評 就是這場球有兩三個球員 我覺得是很值得在這一場裡面討論一下 那麼跟著就會跟大家採前分析少少 就是下場的聯賽對手 李斯特成 又是 首先就是講講少少這場球的戰術 上場我討論過了 對車路士也好 對李承也好 雲老的戰術其實都是相對保守的 他們打下去兩場球 雖然一場大勝一場是入一球 但是都是雙方中是不上 扎位也都不是經常會上的 最多都是一邊會上的 那麼今場對著POK 這對球都解釋過幾次 其實是英冠水平的 打下去你看到 都真的是英冠水平的 為什麼我們會打到這麼慢和這麼悶呢 我以為他會打得比較進取的 因為雲老在PSV 其實他是挺進攻侵略性的戰術來的 但是來到這一場 都是有一點點另外意外 就是打得比 似乎對著車路士那場是更加保守的 即是那場球 我們主場對著車路士 車路士算是比較強的球隊 強過我們 排名在我們前面 保守都合理的 但是也有些東西看著的 反擊 凌厲 進攻也都有一定的侵略性 但是這一場對著POK 都是在主場 在奧脫福 反而我們幾乎是縮在那半場的播放 即是整場球 你看到很多時候 我都是在說POK 在後場拿著球 左傳右傳 萬聯的人是完全不上去的 不過禁區也很多次 偶爾就有一點點過了禁區 但是那些迫搶呢 不是真的迫搶來的 只是走走站站的 跟著你走 總之就是引導你 少少壓力給你 反正就POK 都不太擅長做什麼的組織 那就沒什麼大的問題 所以局面上就是相當之悶的 還有這場賽前 我自己看到的名單 我以為他會拼命先大幅壓上去攻 拿到一兩個入球 才再收回來做防守 但是沒有 因為你用了主力了 只是輪換一對中堅而已 還有阿馬特帶路 就取代了一幅歌 那麼多的主力 其實你看到他是很謹慎的 原來用主力 並不是想搶攻 而是想求穩陣 就是要拿分數 雲老的態度比我想像中 還要實際很多 那麼最後控球率 其實呢 到原場我們只有53分 中間曾經試過我們跌下去四十幾分 後來我們拿了兩球入球 就對面都沒有什麼反撲的氣勢 那麼我們叫做控定一點點 那麼射中的比數呢 也都是四對四而已 就是兩邊對面不是很威脅的 但是他們的威脅並不是因為他們的組織 很漂亮很快 我們擋不到 是因為我們都幾走神的 那麼就不知道做什麼 突然間就好像沒有人抹人 就被人在禁區拿到球 就起腳咬過去 那麼幸好他沒有失球 那麼你看到的數據 雖然射球我們多一倍 但是沒有用的 就是就是一些中籠的 其實是一樣的 一點優勢都沒有 那麼幸好就是對面真是頑皮的 真是弱 就是傳幾腳 你都不用什麼施壓的 在他旁邊走一走一走 就養下養下 他都會交個球給你 但是同樣我們都是一樣的 那麼頑皮的 我們的傳球其實都是慢 也都不準 你看到就是 我們的進攻都是 好像拉牛上樹 那群球員的熱情就不是很高 就是比較上有慾望一點的 就是馬沙爾維 達洛算是進攻有些慾望 但是防守他很頑皮 非常之頑皮 那麼跟著就 亞馬特大路 是吧 卡斯米路 班奴 是這麼多而已 其他人呢 好像這場球 不是很在意 不是很在意 是累還是 是刻意去留力 還是真的看不起對手呢 就沒有從得知 但是萬聯過去幾年 其實這群球員 都很常出現這些選球踢的 對著強隊他們會打高一格 但是對著比較弱的球隊 反而他們會踢得頑皮 這場好在沒有出事 但是 你也都看到一些細節上 就是中前場是沒有創造力的 我們對球 基本只是靠班奴一個自由發揮 就是這場球是 13次的key pass 超過一半是內截班奴的 雖然他這場其實不是踢得好 但是就真的 那些球是經歷了他的腳 才可以做到事情 其他幾個人 就是有key pass 都只有四個 有其中一個是卡斯米路 另外那三個就是 易鋒、前鋒 一人一次半次 其實真的是 因為凸線可塵 你不知道可以靠什麼組織 是可以找到一個機會 整場都是靠個人能力比較多 入那兩球也真的算是個人能力 還有一個問題是 對手的質素低 中路他們沒有什麼入心 也沒有什麼成道規模有威脅的反擊 烏加迪的角色 就相當尷尬 因為上場對著車路士 對著有質素的中場 卡斯道 拉維亞 那些要困的 要跟他撞 要殺的 他就有用的 但你對著這些 他很尷尬 你看到烏加迪 拿球用的機會都不多 踢了64分鐘 就35腳傳送 其實你對比 班尼和卡斯 他是少很多的 還有 Progressive Pass Distance 只有142馬 而隔離那兩位 都300多馬 就是多他很多 那你就看到 其實烏加迪 他在這裡 又沒有什麼防守要做 拿到球 又交給隔離那個居多 其實就 可能這一類的比賽 他就不太適合 就是這個球員 就沒有去到 真的長長 他都適合踢 質素非常高 頂級中場 還未到 有條件地 有需要地 就用他 沒有需要 我覺得就不一定說 要必然正選 當然今天 因為艾力臣剛剛復出 孟治剛剛復出 就看看他們兩個狀態如何 之後可能 都還要做一些論文 就是烏加迪暫時 我不認為他是可以 是必然正選的 值得不是 然後到達洛的情況 我就不太知道 為什麼達洛這場 又踢回左邊 我覺得他上兩場 踢右 是好一點的 但是 這場突然間 又上回左邊 但是他踢左邊 這場又不是 真是一個內修的角色 雲老就沒有做複雜的事情 他這場 是真是一個左閘 但是左閘得來 又不是很有作用 這場球 你看到他上去 他是有碟牙 但是 始終就是加拿祖 跟他配合 是不多 還有其實他的左腳 都不是真的很好 所以我就不明白 因為上兩場 其實馬沙奧維 打左邊都好 真的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意思 沒有需要這樣變 還有如果不是這場 阿馬特的爆發 我覺得這場很大機會 是會悶和收場的 因為左邊 達洛又攻不了 加拿祖這場 又不敢自己搞 左邊死了 真的沒什麼用 右邊 馬沙奧維有後想 但是他始終不是速度人的集位 進攻能力不是那麼強 中間又沒有什麼攻勢 真是唯一就是靠 阿馬特的 這個 我覺得是有些偶然性 大家都想不到他會怎樣 這場球好在就是他大爆發 所以整體上來說 未見一個明顯的進攻思路 但是叫做沉實可靠 就叫做對球回穩一點 三場沒有再輸了 兩勝一和 就叫做安定定 拿回一些分數 杯賽也進到級 我覺得這個環境下 對付弱隊是夠用的 但是對付強隊幾乎沒有勝算 現在這樣的水平 你試試拍到阿仙奴或者利物浦 甚至是熱刺白禮頓 我覺得都是不夠打的 因為我們進攻實在真的弱 就是靠一個阿馬特 你對著這隊可能可以 對著這隊可能可以 對著強的不一定可以 那要討論的是誰呢 就是加拿組 就是賽後上場就被人罵 他很少的 多數萬聯的球迷 特別是當地的萬迷 很喜歡他的 甚少會把不滿在他身上發洩 但是上場是因為他對車路士 真的有很多機會 但是處理得不好 開始有些不滿的聲音 那今場 但是他繼續都被雲奧 用在正選 我不知道這個用意是什麼 可能是想再給他機會 或者是因為聯賽那場更加重要 就讓福仔休息一場 然後就到聯賽的時候 放回一個滿電的福仔出來 又不奇怪 但是怎樣來說都好 他都是一個很好的 證明自己的機會 那他怎樣回應呢 賽前就被球迷挑機 即是那個球迷 看上去的語氣 都不是真的特別好 但是就叫他 叫他傳準一點 控好一點 但是其實都不是刻意去搞他的 都是想說自己的意見 他就有一點點忍不住氣 就是反擊 他就問回那個球迷 那你又不踢 為什麼你又不在踢 總之就是說你沒有資格批評我之類 這個態度 我自己就不是很喜歡的 就是你看到很多以前的球星 大顆球星都好 其實都很欠虛 特別是班奴那些 就是踢了這麼多年 有球迷說他 他都是低聲謙虛地回應的 很少這樣高調反擊的 但是不管了 這個就是愛國球迷 反而有些人喜歡他 有性格等等 就是自己判斷 但是他今天這場球 的確是有一定的變化 就是他的扭球 射球 獨色的情況 是明顯減少的 射球只有兩次 傳了很多腳 就是64分鐘 他只是射了兩腳 是沒有中龍 但是次數上都少了很多 盤扭也是第一次 過往的比賽 這兩場車路士 韋思霞 那幾場 他都是射四五腳 這個是基本盤 加勒 今季最誇張 好像一場射過六七腳 即是他真是今季的 開火拳在他 也都有四五次的盤扭 每一場都是 成功率當然很低 通常都是一次半次成功 今場真的少了很多 態度是低調了 雖然他在賽前忍不住 但是比賽賽 場面上 其實他是有做到一定的改善 也都嘗試做很多的配合 譬如送達洛落底 或者橫傳給班奴射球 或者送班奴落底 但是幾下的配合 準確度都是不夠的 這個就是不爭的事實 有嘗試是值得讚賞的 但是暫時效果不是太好 二十五次傳播只有十八次成功 只有七成左緊 七成二左緊 其實是不好的 有兩次傳中有些威脅 一次記得好像是 大概傳到到海龍附近 另一次就給到另一個球員 差點踩到 好像亞馬特就橫傳 差一點點不夠快 有兩次傳中 其他的場面 其實都沒有什麼 真的說有威脅 即是他其實是 將開火拳這場 教練是安排了 讓了給亞馬特大量 亞馬特就射了他平時射球 五射三中 兩次入球 五次扭球 兩次成功 角色給了亞馬特 當然亞馬特 入球 整體來說 這個改變加拿組 退居支援 或者一個輔助的角色 是好事 但是同時 我亦都不認為 他是一個很擅長 踢支援踢法的翼鋒 踢支援踢法的翼鋒 第一你要傳播準 好運 有一點創造力 或者是你要 酷的球 好運 三樣東西 可以說真的 缺一不可 這個控制流的翼鋒 薩卡 即是基亞里殊 薩卡 一季 十幾個助攻 穩定做了幾季 基亞里殊 你想搶他的球 多數你都搶不到 而且要是搶到 就淘汰 加拿組 我看不到有這些質素的 只不過 為甚麼好了呢 就是因為 他沒有射球 對球隊的傷害就少了 現在的環境 其實要不就練好 埋門 要不就練好傳控 你無論如何都要 向一個方向走 就不存在兩樣都不好 可以在一隊前列的球隊 踢正船 如果你想繼續保住正船 或者有競爭力 就一定要這樣 而至於埋門那方面 其實亞馬特就已經明顯是勝他一籌 這個暫時 其實落後都真的相當明顯 就看看加拿組自己怎樣 但是亞馬特是否真的頂級呢 我自己覺得 都真的還是差很遠 他明顯現在走一條 就是魂魯安排的路線 他就是做射門 賣單那個 是不是賣門那個 但是 今場入道 但是其他比賽 今季其實季初給了幾場機會 他對著強的對手 他不是那麼能夠找到機會 因為 即是強的對手 速度有 技術有 防守的意識有 身體質素強很多 他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他會被握到一些位置 其實這場球 除了入球之外 他只是踢踢一般 在他未入球之前 其實我都是說他的 傳控 或者保持球 很多下 其實都是做得一般 就是脫了球 搞得不好 或者 總之就是 衣衣軟軟 參與也不是大 但是無用之以 他已經是對內 我們的最強把握力的球員 是沒有之一 是吧 班奴現在飛機多過射中籠 海龍連腳都起不到 舒克斯又不會射球 加拿走也是 福哥時靈時不靈 今場他都有一個好的機會 但是也是射不中籠 阿馬特 如果我們能夠用好他 用他做埋滿那個 可能他搭舒克斯的效果 是會比搭海龍好 因為海龍其實沒有能力 是幫他做鋪球搭路 舒克斯是可以的 他保持球 跟著阿馬特 放上去 他放下去 讓阿馬特走 是不是有機會成為 我們之後的一套戰術呢 海龍的情況 真的令我其實很擔心 即是這場球 繼續給他打正選 唯一的原因就是 舒克斯太差了 絕對不是因為海龍的表現好 就給他連續正選 絕對不是 季初我覺得他踢得不好 有理由 真的有個藉口就是用傷病 因為他傷了一段時間 一個多月沒有操 季前賽沒有什麼參與 但是復出呢 其實九月二十一就是復出的了 到今天呢 一個半月的了 真的足足四十幾五十日 中間經過了國際賽 他又可以踢 其實所有事情都已經足夠時間 一個半月我看不到他有任何的狀態回升 就只有一場半場呢 支點做得好一點 但是今天這場球的對手中堅呢 肯定是一個英冠級別的球隊的中堅 你看到後衛巴巴拉曼那些 其實就是踢英冠的 買過來就直接踢正選 右閘的狼隊的卡斯道 踢五點英超的來到PAOK踢正選 中堅一樣的 都是英冠的級別 但是身體對抗呢 海龍都是輸的 不是輸少少 是輸光 劣勢是很明顯的 你看他的數據 他就知道他這場 踢得有多辛苦 我們雖然不是主導的場面 但是主導的場面 他碰過的機會 一樣都是這麼少 因為如果你塞在禁區 他也不方機會有得碰 他八十九分鐘 竟然就是碰了十二次球 這是一個很誇張的數據 十二次碰球 有幾次傳球 但是有兩次傳失 然後有五次空失了 這個真是 其實就是說 十二次的碰球裡面 有七次是失了的 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情況 對這個級別的對手 你在一半情況 隊友交球給你 你是控不定 會沒有錯的 那怎麼辦呢 即是他的情況 入不了球 起不了腳 我都說隊友 即是給不到機會你 但是 你要融入到踢法裡面 你都要幫到手 做鋪橋踏路 如果不是 你只是打少一個 是吧 現在他的作用是沒有的 是吧 留到在場上八十九分鐘 我覺得是一個奇蹟 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蘇克斯給到的信心 雲魯呢 是更加差的 即是前兩場 更加對他沒有信心 那才繼續試試用一下海龍 那你去到如果 即是 後雲魯時代 就不是跟你說玩的了 雲魯現在都還客客氣氣 個個都讚一下 蘇克斯就說 以後最佳前鋒 海龍又說很有潛質 甚麼都是跟你拆一下鞋 戴一下帽子 大家開開心心 Armorim 我不知道他可以留多久 因為 Armorim是用開 即是 基奧卻尼斯 一個強力前鋒 這兩季幾乎每場都入一球的前鋒 即是他來到英超是做不到的 但是水平是遠遠高過 海龍和蘇克斯 即是我真的看不到海龍 在短期內會有能力去到那個位 即是 如果你做不到的話 又做不到其他的作用 是不是時候又試試給蘇克斯做融入呢 即是現在被海龍踢下去 教練又換了 這幾場球都給他機會了 但都真的不見有甚麼做到 這季就入了兩球球 其實都踢了十幾場 即是入了兩球球 是很少的 真是中鋒問題是相當困擾蠻聯的 一對的後備中堅 這場都是一般的 連迪洛夫 伊雲斯雖然沒有輸 但其實是奧娜娜救回 有一球伊雲斯都頗困難 那球完全無動於中 還有中間 一點反應都沒有 不知道後面有人 甚少看到他們兩個 是這麼不集中 但奧娜娜在這 兩次都救回 所以就不用失球 如果要失球 被人追平一比一 我們能不能入球 真是很難說 所以這場球 我自己 我就不是說很滿意 最重要是下一場 歐霸杯 贏了都未必拿到一至八名 可能最後都要打富家賽 但聯賽就真的一分不能少 這次對手 最後一場 暈倒的 最後謝莫戰 不知道他會否留下來 之後我們再討論 但這場球 他作為代教練 就肯定是最後一場 不要被上次聯賽盃的大勝 迷惑了 以為我們一定贏 因為上次的陣容 其實完全是後備 一定這場會更難踢 陣容都會是4-2-3-1 但是理成一定會 大部分主力都會出來了 雙兵也不多 他們其實是可以敷 上場這十一個正選球員 我都幾大把握 起碼九個十個都見不到他們會打正選 甚至可能一個都不會留下 所以就完全是另一隊 是Exactly另一隊 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就要小心一點 如果萬聯班球員 以為上次可以輕鬆贏到 這次你就一定會被人懲罰 希望他們千萬不要大意 通常這些時候 你贏了兩場 和了一場 有些輕鬆 覺得自己可以了 來到這場 一放鬆 理成就會教訓你 我預計他們的陣容 華迪這個老將 不要小看 都入到四球球 馬威迪迪速度快 布安奴迪 白禮頓過來的這位 又是浮風 自己可以爆 自己可以去 發達和 又是一個速度型很快的逆風 和安蘇法迪有點像 小小就一直衝 一對防衡經驗十足 安迪迪搭著 以前的哈利宏斯 不是很厲害 但如果被他們踢得順 拿到的節奏 都挺難搞的 因為他們兩個長傳能力都不差 左閘基斯丁臣 各腳級 穩定有的了 但是頂級就未到 所以這個陣容看上去 其實相當紮實的 就跟你打反擊而已 兩翼跟你鬥快 攻中都是快的 然後後面那兩個防衡 就可以扔球 出球 兩個逆風扔下去 給華迪 橫全踢進 投錘直線 防衡 兩個加起來 今年已經七個助攻了 多過萬聯的逆風加起來 所以小心哈利宏斯 小心安迪迪 不要亂輸死球 亦都不要亂把防線推到太前 後面他跟你鬥走 你未必能跑得贏 華迪 今年雖然年事已高 但仍然相當穩陣 他們的優點都有雙中堅 韋斯利哥 其實真的是一座坦克車 轉身比麥加雅更慢 所以我們都可以大膽一點 靠長傳去挑戰一下對手 我預計 可能這場球都會幾大比數 理成的防守真是弱的 萬聯有機會找到甜頭 我就會建議給舒克斯踢回場 海龍實在太差了 福哥養精速裔 阿瑪特少少傷 不知道出不出得 可以的話就給他打正算 沒理由 進了兩球球不用他 中間我會想給阿力辰打中場 因為烏加地很累 其實他連續踢了幾場 慢慢慢慢跌了一些鍋 慢慢讓他休息一下 然後迪列特回正選 馬修為回左閘 我認為這個陣容 是有條件爭取三勝一和收尾的 希望那群球員能夠幫到手 讓阿雲老風風光光離任 留一個最好的回憶給大家 三勝一和沒有輸球 然後聯賽也得到四分 夠名分 今天講到這裡 到時候我們禮拜日的直播再見 直播完我就會搭飛機去東歐 去旅行 到時可能出片會慢一點 我們11月尾的時候 就會穩定一點再見 下次再見 拜拜